说到刘德法和周润发这样的男神,应该是很多人心目中都爱慕的对象吧,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的少女都为他们痴迷,虽然如今两人也已经不再年轻,但是他们的热度却一直都没有减下去,越老越有韵味, 能够为这样的男神喜欢,不知道是多少少女心目中的梦想,但是就有一个女人能够把这两个男神的心都复活这个人就是陈玉莲,说到陈玉莲这个名字,应该很多人都不是非常熟悉,陈玉莲也是香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演员,年轻的时候却很多人心目中都非常喜欢类型, 而陈玉莲和周润发也是因戏生前,当时的周润发已经是娱乐圈中非常受欢迎的偶像了,但是那个时候的陈玉莲刚刚进入娱乐圈还不怎么火,但是两人义无反顾的走到了一起, 但是没想到两人五年的热恋,突然间就结束了,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分手,也是非常可惜,而且据说周润发还未情自杀过, 而刘德华也是陈玉莲的爱慕者之一,那个时候两人合作神雕侠侣,刘德华也是被陈玉莲给迷住,一直都在媒体面前,表露对陈玉莲的爱慕,但是一直都没有得到回忆,之后也是不了了之了。 而后来周润发和刘德华都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,而陈玉莲期间,也和一个女导演在一起过,不过后来也分手了,如今的陈玉莲嫁给了一个富豪,并且专心于慈善事件,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 18岁爱上周润发,拒绝刘德华多次告白,如今,嫁富豪变化太大。 18岁爱上周润发,拒绝刘德华多次告白,如今,嫁富豪变化太大。